好,那我們看看2012年這一條 它就說有兩條線 一個叫大L,一個小L 他們的Y Intercept 就是-1和-3 而大L的X Intercept 就是3 這些資料我們在旁邊畫一畫 大概圖圖是怎樣 來到這裡開始,所有題目都要畫圖 你不能憑空 它不會給你圖圖,你憑空它會想到非常難 唯有逐點逐點看清楚 一個是-1 一個是-1 一個是-3 另外呢,還有一個X Intercept 留意一下,它說大L是-1 和X Intercept是-3 所以你可以畫到一條這樣的線 這條線就是大L 其實你可以找到斜率 亦有Y Intercept 其實大L的顏色是可以找到的 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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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L就說是怎樣 是-1 我們先畫平衡 這個就是細L 其實你要猜到這點是多少 由於它們的平衡 這兩個是平衡 你看到這裡是1比3 所以你也很容易猜到這點其實是9 先畫好 再看看題目 問什麼 它就說 P是一個移動點 P是一個移動點 這樣就是 P去大L的距離 就等於P去小L的距離 就等於P去小L的距離 就想你找回一個Locust 給你兩條Parl 如果你有看一開始說Locust的影片 其實第一個Case 就在中間 保持相同距離 Locust 就在中間 對 同時都是Parl 我們圖畫出來大概是這樣 順帶一提 其實你也猜到 2點是多少 2點是6 對 2點是多少 2點是-2 在正中間 你就很輕易看得到這些資訊 那它就... A1 就叫你 說一下這個... Gamma 這條... 這個... Locust 的軌跡就叫Gamma 那我們A1 就叫你 說回它跟大L之間的關係 很明顯就是平衡 L2 這個大L 對 你這樣回答就有1分A2分 那你中文就寫平衡 中文的同行 你自己寫好 那句句句子 它 對 它叫你DISQUATE 就有1分 好了 那 接著呢 就要你找這個Gamma 的Equation 找這個Locust 紅色的線 的Equation 那有一個好處 我們要知道 其實我們找Equation Y等於Mx加C 其實我們找M和C出來 就能夠計算到 那這個就不要寫到 那這個就不要寫到 我們要先找一個斜率 斜率呢 Gamma的斜率 其實就是大L的斜率 其實大L我們有兩點座標 那我們就可以用公式 就可以找到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Sloop的 那條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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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斜率是 Y1-Y2 X1-X2 那這裡來講 就是0-1 就是0加1 然後就是3-0 所以斜率就是3分1 對 那另外一個Y Intercept Y Intercept 其實剛才都抹了 就是-2 來的 那說一下這個 如何比分 你記得 斜率那條色 就有一分M分給你的 那你真的計算得對 那斜率呢 就有一分給你的 那你寫回Y Intercept 是-2 那其實就是1和-3 中間 那兩個加上隨意 你不用寫出來 太簡單了 這個步驟 那你寫到這個 就是1分 那最後呢 你寫到Gamma 那條色出來 Y等於MX加C M是3分1 再加C C是-2 那這個就是答案 那這樣呢 那你會看到 其實我寫了多少行 1,2,3,4,5 我寫了5行 又拿了5分 那 有時是非常之容易拿分 起碼E1連這條是 那接著我們再看看B Part 那B Part呢 它就給了一個圓形 圓形 那你知道呢 那你再看一條色呢 那你要看得到 Centre呢 就是6和0 Radius呢 就是開方4 即是2 那你看條色要很快 那你圓形那顆讀得數呢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兩樣東西 60 還有那個半徑是2 記住這個位置是R2 所以要開方的 那其實呢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圓形呢 正正的圓形呢 就是我們剛剛 就是我們剛才剛剛 錄出來的那一點 那由於這個半徑是2 那其實呢 它會減到這兩點的 這點我當是4 這點就是8 因為半徑是2 那你就是一個這樣的圓形的 然後它就問你 加碼是否穿過圓形 啊 叫做Q 那我改成Q Q 圓形是Q 那其實你看到我們剛才都畫了 就一定是穿過0 加碼那條線一定穿過的 擺到明是 不過你要做給它看 那怎樣做給它看呢 那我們就 把 X是6 Y是0 呢 就代回它們 給你圓形的那條色度 但是代完之後 我們要分開來% 那LHS呢 那就是這個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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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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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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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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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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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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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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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一下,QH等於QK,兩個三角形的底部是一樣的 由於L是平衡加碼的,所以兩個三角形的底部都是一樣的 這個垂直距離是一樣的,是固定的,因為那兩條線是平衡的 你會把這個底部的底部是一樣的,因為兩個都是半徑 高度也一樣,底部也一樣,高度也一樣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Required Ratio,就是1比1 因為底部一樣跟高度一樣 你要解釋一下,高度一樣就是一個M分,最後答案就是一個A分 整條線就是這樣 好,那這段影片就長一點,因為我想一版拍一版一段影片 這樣就比較容易攪拌一點,對我來說 好,那我們看完2013年那一條 它給了一個圓形的環境來的 想你找一個C,C 不是叫R,這個圓形叫C 這個圓形叫R 那R就非常簡單,大家記得 除負2,除負2 負12,除負2,就是6 負34,除負2,就是17 那你就很快地寫一朵6和17出來 這裡有一個答案分,一個A分 然後就有一個圓形的順 4x加3y等於5 加50等於0 這條線和R就互相不接觸 對,這裡又是要自己畫圖 好,那我就在E邊畫 有一個圓形 對,那這個圓形就是6和17 其實這裡你可以順帶找一個半徑出來 假設我做B部分,我會順帶找一個半徑出來 對,因為之後一定會用到的 它不是考你圓形,就是考你半徑的 對,就是6的2次加17的2次 減回F,F是多少? 225 對,那這個呢 我很快地計算給你看 這個是10來的 先寫著吧 這個是10來的 對,這個之後會用得到的 不過其實你見到圓形呢 你是不是都計算了兩個? 怎麼都沒有死的 好了,那它就說 有條線是4x加3y加50等於0 那如果你的心水清好 那你就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向下斜的線 來的 因為呢,這個M呢 就是-4uva3 即是條線應該向下斜 但我假設你很不小心 你不知道它向下斜 那你隨便畫一條向上斜的線 對,那這個 對,那這裡就畫遠一點點 我隨便畫一條向上斜的線 對,那這個 即是我告訴你 你畫錯了 照樣算到的 對,那我假設我畫錯了 好像我現在這樣畫錯了 應該向下斜 那我畫了向上斜 照樣算到的 這個位置是不要緊的 對,那有些 然後 他們兩個互相不接觸 那p b p 是L 上面的一點 就是同 它是最接近原心的一點 其實呢 那這一點 就是 V-2 那一定是V-4-90度角的 是V-5-90度角的 接著要找Distance between P 和 R 我們要找P-R的距離 其實我們要找P-E點的左標是多少 我們要找出來的 P-E點的左標是多少 怎樣可以找得到呢? 其實唯一一個提示你的資料就是垂直 就是兩個斜率乘乎是負1 要用這個去幫忙 我們知道L的斜率 剛才說了是負4 over 3 接著我們可以得知 P-R的斜率 兩個斜率乘乎是負1 不用寫出來的 直接寫出來 把分子分母倒轉正負好倒轉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計算 兩個斜率乘乎是負1 你寫出來就會變成一個m分 我們知道P-R的斜率之後 其實就是 我們要找P-E點的左標 其實我們L的線是有的 4X 對啦 那就叫住 一個叫H 一個叫K 先 可以 對啦 我們知道K-17 over H-6 就是3 over 4 對啦 這裡調一下位 4K 減回 這個 17乘4 17乘4 是68 3H-4K 加50 等於0 對啦 那就 3H-4K 等於-50 這個是我們的一色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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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色呢 其實H-4K 就在L這條線上 其實我們可以把H-4K 代回L這條線上 其實我們可以把H-4K 即是4H-4 就是4H 加3K 加50 等於0 對啦 即是代回L這條線上 對啦 對啦 因為P是H-4K 在L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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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這樣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聯立方程 按一下 按一下 eland 就是 按一下 你按下 我們按一下 Distant Form scholaco 用距离公式就可以算得到答案 最後是 PR 開方 6-14 即是6加14 2次 再加 17-2 2次 自己按機器 就可以算到25 25 如何加分呢? 你懂得代回到HK 即是這個位置 它會給你一個M分 你懂得用兩個乘米 例如負1 就是一個M分 然後你懂得背距离公式 就是一個M分 算到答案就是一個A 就是一個M分 再看 再看 Q是C上面的一點 Q是最接近P Q是最接近P Q就唯有這一點 我們知道這一點是Q 好 接著它就問你PQ R的關係 對 如果你畫得對 那圖 其實 你一看就看得到 在同一條直線上面 三條線 穿起它 有個名詞 大家要記得 PQ PQ R Co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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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懂得全 中文就叫共線 這個字 這個字是 考過不止一次 所以這個字 你要懂得全 C-O-L-L-I-N-E-A-R Colinear 就是要懂得全 這樣就有一分 你懂得寫的 它就給你一分 叫你Describe 就永遠都有一分 其實都是考你幾個 要是考P-R-L-L-I-A-R 要是考P-R-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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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條 它好像沒試過出其他 只要記住 這三個字 你只要記得 P-R-L-I-A-R 水直平分線 P-R-L-I-A-R 平衡 平衡 以及P-R-L-I-A-R 和P-R-L-I-A-R 共線 這些字 是要懂得全 好了 最後 它就問你 O-P-Q和O-Q-R 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比 O在哪? O是0 0 那圖圖呢 其實次序都應該錯了 -14-2 其實我說錯了 因為P的點應該在下面 應該要在下面 如果你看回座標的話 但不要緊 照樣做到的 你隨便當一點叫0 叫O 隨便當一點點 答案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隨便當一點點叫O 那它就問你 E的三角形 和E的三角形 第一個三角形 和第二個三角形 問你E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比例是多少 是的 那一開始 我們計算了 我在這裡 計算了 那 Q-R 其實半徑就是10 有計算到半徑 其實它就給了一個M分離 而我們剛才 B一計算了 P-R距離是25 即這個距離 就是25 所以我們知道 P-Q 就是15 又給了一個M分離 我們知道 一個是15 一個是10 那你留意 那兩個三角形 高是一樣的 即是 如果你把P-Q 和Q-R當成的底 高是一樣的 所以 底的比 那兩個三角形 的面積 就是 所以 那兩個三角形 它要哪個給哪個 O-P-Q O-P-Q 即是 15 比10 O-P-Q 比這個 O-Q-R O-P-Q O-Q-R 即是 這兩個三角形 如果你把P-Q和Q-R當成的底 其實 高是一樣的 所以 底的比例 就是面積的比例 因為三角形 面積的底成高 隨意 最後 回答 Required Ratual 就是 15 比10 即是 3比2 那你記得要選擇 要選擇 才可以獲得最後一個分 A分 1 1 4 1 2 2 3